长荣现在要继续学习微生物学 这一科叫微型动物 Micro animals 细菌是什么细胞的动物 单细胞 对,单细胞动物 原生动物也是单细胞 就是难道所有的微生物都是由单一细胞构成的吗 不是吧 嗯,对,答案是不 有些微生物呢由多种细胞构成 不过呢,还是小到人用肉眼看不到 这种生物呢叫做微 这种微生物叫微型动物 好,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下面有这几种哦 第一个,睫毛满虫 Eilash meat 几乎有一半的人呢,睫毛中寄生着如形满 如形满呢,是一种叫做满虫的动物 长,看长多少 0.4毫米,mm,是吧 哦,真小 它有几条腿,八条腿 八条腿,打蜘蛛 而且一到夜里就在你眼上爬来爬去 哎嘛 可是你感觉不到 好,再看这个是 嗯,这个是Nematode worm 线虫 线虫 共鸣四义啊 我可以用它风东西 对,风东西 线虫 像线它的形状啊 生活在大洋底部的动物中呢 90%都是这种叫做线虫的微小生物 Nematode 线虫呢,以植物和其他微生物,比如细菌为食 吃它们 看这儿有一个哈 最小的线虫啊,也比这个大肠埃锡菌长40倍 嗯 诶,也这么大的吗 嗯,最小的 你看这个多长 嗯,0.1 也就是2.5毫米以内啊 哎呦,我的妈呀,小了要命 嗯 看不见就能给裁编 好,接着看这个 Tardigrade Tardigrade 缓步动物 这个叫Tardigrade 这个叫缓步动物 这个叫水熊虫 也叫水熊 太空熊或水珠珠 嗯 名字倒挺可爱的 但是看着不是那么可爱 我像,我应该它应该叫Camera 哈哈哈 相机 相机 对,Lens 就是镜头就行了 那是它嘴 对对对 看它们啊 太空熊 模样长得吓人吗 你觉得 诶,有点 也说不上太吓人 像一个笑着的猪的面孔 是吧 嗯,反正这东西很厉害 嗯,看哈 虽然模样长得有点 奇形怪状的啊 这个说不上来 嗯,但是呢 却是生物界 顽强不屈的优秀代表 嗯 你是什么的代表 我是个优秀代表 为了所有生命体 单细胞 对吗 是细胞体 嗯 那你是害虫啊 嗯 嗯 这些微生物 大部分都是害虫啊 嗯 也有益虫 我们还用这个肩菌来发面什么的呢 嗯 嗯 嗯 好 有益虫 嗯 有益 嗯 它有什么特点呢 它能在极端环境下 啊 生存 啊 存活 而且不吃东西 你猜它可以活多少年 30年 耶 这提了 for 30 years 然后呢 然后他们是怎么干的呢 怎么做的 他们就像冬眠一样 所以起他们的细胞里面会装满一种像果冻的体 嗯 来让他们的细胞动住就是不变化 嗯 那样能生存好几年 哇 好厉害啊 等到有水的时候他们才会醒来 一有水就能把他们激活 对啊 所以叫水熊 哇哦 好厉害啊 你也好厉害啊 哈哈哈 嗯 是 我很厉害 然后别自己在这儿 自己给自己那个什么了 嗯 厉害 吹自己的牛 嗯 我没有牛 自满 不能自满 这 嗯 好 接着看 这个 你看这个缓步动物 嗯 一般长0.5毫米 你看它还有小爪子 是吧 如果没有爪子的话就立马丢了 嗯 这个呢 下面这个叫饶族动物 Copper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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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饶族动物呢 是一种生活在海洋里的甲壳钢 啊 甲壳钢动物 像什么呢 比如说螃蟹啊 虾啊 就是说他们的骨骼是在外面的 像exoskeleton 是吗 就是像虫子但是住在海里 嗯 他们的骨骼挂在外面 外面坚硬 内里是软的 海里的蜗牛算吗 海蜗牛不算 它是一层壳保护着它 它跟它还不一样 嗯 好 接着看 嗯 长了一身盔甲这个东西 盔甲 嗯 你看 一般的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观察它用显微镜 但是有的呢 就于是相对来说大一点 听肉眼呢 也能看到 今天大概就是这些 关于微型动物 我们就学到这儿 喜欢听英文的呢 请搜索跟长荣学微生物学英文版 对